Dreamy 太美 欢迎收到本期修行仓库视频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茶母人 先祝各位高考的小伙伴一切顺利 祝你们考一个理想的成绩 那这一期的话就是我们不知道是第几期的修行仓库视频 在上一期视频结束之后呢 我是刷了70个琥珀 纯纯是靠这个刷神器刷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经验没有涨 这个口玩修复之后就是897级 它的这个属性的话 我刷了一下起身属性 结果发现还挺不错的 当然它的基础属性只有480呀 所以难不可貌相 还有就是我刷了很多很多蓝图呀 这边可以看到 在刷的过程中呢 就出了一个垃圾蓝图 你看看这能要吗 这简直不能要 丢掉吧 哼 这种垃圾蓝图不要也罢 然后就是口蓝 它肯定得有头盔是吧 所以我就刷了一个比较精品的防弹头盔 哎呀 这个护甲这个耐久 我就不多说了 当然有一个缺点就是铁消耗的有点多 需要800个铁 这简直太多了 但对于我们修行仓库来说 是可以无线刷铁的 现在就给大家来现场演示一下吧 登上这些杂物的话 也是无伤大牙 没了就没了吧 我发现最近就是有很多小伙伴 通过我这个修行仓库系列入坑了 哎 你别下来 完了 完了 这水母 小问题 无伤大牙 他带了头盔呀 咱们来到这个天主 无线刷铁就是依靠天主宽洞 在上一期咱们也说了 马来一下宽洞神器 然后直接跳到这个冰刺里面 然后再互活到这个红房中 我发现有很多新老观众 就是对于游戏的基本理解还是很少的 咱们刷帖的话 需要揭取这个天空领主的贡品 然后点击贡献 贡献 然后就不要对着贡品终端 你就OK了 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们获得了一个重申平台 防弹胸甲和防弹裤子 重申平台就是这个任务的额外奖励 因为我们没有对准这个贡品终端 所以他就判定我们还没有完成 就白漂了一个重申平台 你学废了吗 重申平台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出来 因为我们是休闲模式 拆除东西的话是百分百返黄材料的 所以直接点击拆除 然后再把东西给放进来 你看谁缺铁呀 正经人谁缺铁好吧 根本就不缺铁 由于我们的等级太低了 所以很多龙还解锁不了 所以我在刷虎坡的时候就额外刷了40个 然后我就准备买全身逛住的三倍经验buff 再叠加上一气宝箱就能达到6倍的经验 就能很快的升级 所以现在的耽误积极就是收集兽皮 那行吧 那真拿这个头盔没办法 咱们就去打一点皮革吧 没有头盔的蓝带也看到了 是真的菜 去沼泽打一下怪 嗯 冲冲冲 天还是太黑了 咱们回家睡了一觉 恐懒升级就加这个近战伤害就行了 咱们还没有打多久就拿到了800皮革 可以看到就是这么的强悍 利用上望远镜这个东西 简直不用多说 随随便便好吧 好 这边有非常多低恶呀 低恶终究是低低恶 哈哈哈哈 哎呦 头盔烂了 不过没关系 来 全都来 全都来 呦呦呦呦呦呦 真来真来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让你中爪龙啊 还有这些食人鱼 哇哦 直接炸锅啊 升级呢就是这么的快呀 一代恐懒的话 攻击最好在3000左右就差不多了 或者说2000左右 配合上望远镜bug 那是足足够够的 哎也不用在意什么 啊 一代天会了 没有4000攻击怎么办 哎 没有必要担心这种东西 没一会呀 咱们就打了2800个皮革 还记得我们之前那只射猪兽咋没的吗 我自己都不记得了 还得逊一只射猪兽呀 因为想要驯服巨猿 你起码要达到40级 所以巨猿就暂时不考虑了 还得驯服一只射猪兽 也有很多小伙们说我不迅龙啊 就想看我迅龙 其实这一些的话 就在这一期结束之后啊 就开始迅龙了 因为我玩的是残酷模式啊 所以这个经验获取太低了 教程向的实况应该用困难开局啊 但我选择了残酷开局 我要让所有玩家都能学到这个知识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人物才28级连连刀都解锁不了 行吧 我用手踩 我今天就要应用手踩 踩出600个纤维 现在各位明白 虽然这射猪兽有多重要了吧 哎呀 可恶 我跟个除草气色的跑了这么远 跑了半天才跑了780个纤维 下期我绝对要训两只射猪兽来跑 手刨纤维简直就太累人了 还要刷12次天主宽洞 没办法 这就是方舟生存计划呀 哎 你跟过来干嘛呀 你这个破狼 我还得靠着你们疯狂传授呢 你们这不好吧 这怎么还倒在岸上一个呢 量下就能快速传授 出了一个900护甲 1400耐久 只需要300铁的手套 这手套修起来只要140个铁 有900多护甲 这已经很极品了呀 哎呀 又出一个极品凶甲 多不好意思呀 下已经凑齐了8个重生平台呀 咱们就可以在这里把它们全部给拆掉 放置平台之后 需要倒计时30秒才能拆啊 大家可以点击解锁 然后就可以直接拆了 对 这是个小细节 熟练的让人心疼 啊 终于凑齐了 出来吧 我的头盔 两个头盔就够了 要那么多干嘛呀 对吧 两个头盔就已经差不多能撑一段时间了 又不是住里面了 对吧 由于我们没有翼龙呀 所以只能跑过去 对 你听到没错 这么远的距离我要跑过去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跋涉呀 来到了天灰矿洞 直接又难跑过来 你们是不明白这一路上有多远呀 那现在啊就别多说了 全都来成为我的经验包吧 在此之前买一个全身光柱 就拥有一小时的三倍经验buff 买这些什么蝙蝠是吧 蝙蝠来来来来来 都给我过来 现在我是不敢开这个望远镜了 为什么 因为可能啊 他们的攻击频率不一样 万一我开镜了 然后他们也打出了10倍伤害 那就得不尝试了 所以一定得找准时机 哎 你看这些蓝要过来了 对吧 我炸摇 好你想上来 你想上来 还还在这叫叫叫 哇这些蓝好像有点多呀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的蓝才是最强的 把这个火把给丢出来 来 呦 一边走一边退 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被打到 哇这些蓝好多呀 可以 不要逼我认真是吧 那么就是这样子 咱们在这里面升级就行了 那么好的 本期视频的话就到此结束吧 这个升级的任务 就交给阿查先下来处理了 那么好的 这里是一支谈谈的 咱们今天是戏兵 也就差不多到时间 所有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升级 从现在开始 直接升了三级